车悟禅师语录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 请看文句 一切境界 为耶俗感 为心俗现 极其现处 当体极心 凡在有心 不能无境 不限佛境 便限九界之境 不限三称之境 便限六凡之境 不限天人鬼出之境 便限地域境界 佛及三称属现境界 虽有幽降不同 要皆受享法乐而已 三界逐天 属现之境 但唯受用禅定 五欲之乐 人道之境 苦乐相间 各随其业 多少不同 鬼出之境 苦多乐少 至于地狱 则存疑 则存疑疾苦 好 先看这一段 第三段的标题是 心境因果不二 这里有三个层次 第一是 十界之境 为心属现 第二 欲如梦心 云与梦境 第三 因应佛求生净土 三个小层次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层次 就是 使法界的境界 都是我们心所造作出来的 那么 这也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原理 一切境界 就是我们 人道 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 好境界 坏境界 无人正报 依报 这些境界的现前 是怎么来的 这用了两个 唯耶俗感 唯心属性 唯一的是我们的 念里属感召的 善也感召好的境界 恶也感召不好的境界 而且这些 念又是由心所造作的 心是主展 所以这些境界 也是由我们的 念师的心 所显现出来的 这是我们 关照 一切境界的 一个 智慧的角度 如果 我们有这么一个认知 遇到逆境 我们就不至于怨天忧人 完全是 自焉和自心的问题 那当下我们就要体认 极其限注 就是这个境界 所显现的当下 就是我们的心 心无心无相 但怎么去把握 怎么去认知 就从境界上去认知 因为一切众生 前面讲的都有念头 无念境界 唯佛得证 那么我们只有念头 就一定会有境界 大圣佛法讲 这个境界就是由我们的念头 所成立的 无念 没有念头 一切山和大地 当下平成 就没有这个境界 既能有这个心念 就一定会有境界 这里就再回到 十法界了 我们的心念 如果不显现佛的境界 那一定会显现 九法界的境界 不显现 身闻圆觉菩萨三层的境界 就一定会显现 六凡的境界 不显现 人天鬼除的境界 就一定会显现 地狱的境界 这里就谈 隐显问题了 当一种境界线前 九法界 就会隐下去 那这个十法界 前面是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 就是超越凡夫的安乐的境界 那佛法界 菩萨法界 身闻法界 圆觉法界 这些属性的境界 虽然有它的清净的程度不同 但总的一个特点 都是安详 法性之乐 四圣法界最低 你要破我执 断剑尸祸 进一步能断 清断成沙 你身闻阿洛汉的境界 也得要破剑尸祸 你圆解法界 清断成沙 你菩萨法界 至少要破一品无名 到佛法界 无名 四十一品无名 全都断尽 那断一份祸 正一份真 显现法性的 这种乐 法性各有不同 但总之都是安详法乐 在六法界里面 逐天 就是天法界 所以三界了 玉界有六天 色界十八重天 无色界四重天 这些境界现前 它都是有四参八定的前提 十善业道的善业 他们所感的五欲的快乐 那种五欲是非常微妙的 远远超过我们人间的快乐 这在佛经里面多有表述 好 那就我们人道的境界来看 我们感同身受 有苦有乐 总的是苦得乐少 现在大家感觉生活得很累 为了一点房子 医疗费 上学费用 为了一点生存 一天到晚忙碌不一样 再加上人际关系 走后门 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竞争越来越残酷 真的是很苦 但人道里面 每个人命运不一样 有的他善业多一点 有的前世修的福报太少 今生都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这种苦乐的差异 幸福指数 痛苦指数各有不同 这就随着他自己的业力来决定的 那在三个道里面呢 那恶鬼的法界和畜生的法界 这个境界线前 那他的苦又比人要苦得多了 恶鬼 你看他的喉咙那么细细的 肚子打大的 每天被饥渴鼠臂 但是恶业鼠感 到水边水都干涸 一块食物到手上都会变成火炭 这就是他的恶业 那畜生你看他也是很苦 披毛带脚 横行 原来做人的时候横行霸道 到了畜生道去横行霸道 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他真的是被那种鱼痴 黑暗所笼罩 只知道本能地求生存 而且还得不到基本的生存的需求 苦得多少 到了地狱境界线前 那就又比恶鬼畜生更甚了 刀山剑树 油锅铁床 那种牛头马面的铁 鬼畜在那里天天拷打 纯意 极苦 所以每当失地狱苦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寒毛倒树 今生如果放纵自己的三毒烦恼 造作恶业 地狱就是我们去处 一到地狱去怎么办呢 无救无鬼 地狭菩萨悲心圣怯 当然得偷偷救拔地狱众生 好不容易救上来几个 转眼又到了地狱去了 他就是烦恼急住 好 请看一下 如人梦中属见山川人物 皆一梦心属现 若无梦心 地无梦境 奢无梦境 地无梦心 故知心外无境 境外无心 全静即心 全静即静 若于阴中差果 当须观心 深于果处 燕阴 当须观静 故曰 未有无心静 尘无无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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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比从因 因 因 彼刻果 苟知此之之 苟真知此 心尽因果 一如不二之礼 而又不念佛求生 尽度者 物不信也 对这个境界和心性的关系 进一步地用一个比喻 来帮助我们理解 在波瑜系经典当中 常常讲六炉 或者十炉 炉梦 炉患 炉引 炉炮 炉露炉电 金刚经 里面 六炉比 这个炉梦的比喻 是更为亲切 我们一般的人 比较执着外境 如果一谈炉梦 他都觉得有点消极 殊不知这个比喻 包含着圣生的真理 人生就是炉梦 所以曹雪芹写 红楼梦 红楼一梦 但是我们在梦中 常常不觉悟自己在梦中 梦有一个特点 就是虚幻 每个人都有做梦的体验 都做过梦 梦中的世界是光怪 不离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做的梦 梦境记不清楚 但有些梦非常的清晰 那么做梦的机制 当然有多种原因 或者是用弗洛伊德的 这种解释方法 是由于未尝满足的 愿望在梦中的实现 或者用限制主义的观点来看 是见闻觉知的一些印象 都落泄在内心 或者阿纳耶诗里面 所折射出的禁忌 但是有些事就是阿纳耶诗的种子 多生多节的 聂力的种子的体现前 还有鬼神能录梦 还有诸佛菩萨也做梦中三昧 等等 他的梦的世界 确实跟我们现实的世界 形成一个镜像对应的关系 要认识我们自己 还确实要认识这个梦 这个梦 它的产生 自己在梦中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人做梦 总会梦到种种人际关系 种种山河大地人物 但一定会有自己在里面 去年美国拍了一个盗梦空间 我看大家也都在看 它能够制作三重的梦境 原来我们中国有部列子这本书 它能够描述十重的梦境 那盗梦空间用现代的一些方法 也是借助做生成心理的 心理学的一种认知 它能够制作三重梦境 但是人在梦境当中 他这个造梦者都自己会迷失进去 所以他要做一个图腾 提醒自己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能够在梦中 他能够把人家内心的秘密 给他挖过来 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造梦者 但是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造梦者 在梦中我们会把一切认为很真实 当你在梦中知道自己造梦者 那你所造作的梦的所有一切 你当下知道它的虚幻性 它的空性 于是那个境界对你的这个人 是不产生作用的 比如你梦境所造的那些高楼大厦 正在塌陷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一个假的东西 不管它 那个塌陷的那个房子 对你不产生作用 有一位禅师 他这个 有一天跟徒弟在一起 在山上走的时候 这个徒弟看成是虎 就干净说 很恐惧地说 虎来了 这位禅师看了一下虎 在对着他的徒弟说一讲 是你 所以这个虎是你 而这个虎也很温馨地 就从旁边走过去 这个虎是吗 也是你梦中所现现的 当你认为他很真实 这个虎就对你产生了一种 要咬你的这样的一种恐惧了 当你认为你是梦中的虎 你知道它的虚幻性 这个老虎就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看神奇不神奇 还有一个禅师在 在一个地方碰到大火的时候 火沿过来 大家都很害怕去避火 然后他这个禅师也深知这里面奥妙 这个心外无火火外无心 我内心没一火 这个火对我产生不了作用 它很镇定 果然那个火到他旁边就熄掉了 所以我们在梦中所见的三川人物 从哪来呢 没有真实性 都是我们的梦心所现 就是你心所显现出来的 是由于你这个有烈士的心 才显现这个梦境 没有这个心就没有这个梦境 所以你的心和梦 是这样的关联 所以要认识你的心 就认识你的梦境 好 当我们知道昨天做这个梦 梦中没醒过来 梦中一些对我们很真实 等到一睁开眼睛知道梦是假的 你这时候心就不会再被梦中的 那种喜怒哀乐技术控制了 好 由这个梦心和梦境的关系 你进一步说 心外无境 境外无心 当下有境界 这个境界也像梦中一样 昨晚做的梦一样有三川人物 有喜乐哀乐 但是我们能不能当体看到它的空性 虚幻性 如果我们当下 就比如我们现在的境界 是不是也是梦中的境界呢 你要体认 我们现在还是在梦中 但今天下午做了个好梦 事于有一念的求出敌的心 又感到宝像是有这个因缘 开这个讲座 于是你的梦境 就出现了一个法师跟你们讲净土法门 讲祖师语录的这么一个境界 虽然有这个境界 但是全体是你心念所显现出来的 离开了你的心念 是没有这个境界的 那你家里成员 没有像你这样的学佛 学净土法门 他现在当下的境界还在商场 还在办公室 还在人我是非 他做的梦跟你做的梦不一样 只要有无名烦恼 都是在梦中 唯有佛异人是觉悟者 觉悟者醒过来了 他们也在做梦 我们都是在做梦 而当下也是在梦境 所以不要把当下的一切看得那么真实 碰到冤家对头呢 碰到逆境呢 碰到下岗呢 碰到什么 你都把它看得是做梦 好的境界 无论是一个好梦 坏的境界无论是一个噩梦 但噩梦好梦 全体都是梦的虚幻性 本质一样 所以波日系经典 让我们经历如梦观 就让我们生活的洒脱 让我们对这个梦境的一切 因为我的心从这个境界当中可以超越出来 不为它所动 这才能做到八方吹不倒 端坐至今年 你把境界认为是真实的 你马上被这个顺一境所左右 境界要你哭 境界要你哭你就得哭 境界要你笑你就得笑 你成了个梦 如果你知道这是个梦境 那奴奴不动 好境界坏境界都是做平等观 那你说你的人生不是很有智慧吗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观照事物的两个角度 如果你想在因中岔口 就是从当下的因地来推断未来的结果 那你怎么推断 你就观你当下的念头 你的念头是什么 就决定了未来的境界是什么 这叫因中岔果 然后你现在所处的一个境界果 你要推验它是怎么来的 你就要把这个境界观照清楚 这个境界是好境界说明它是好的念头过来的 这个境界是不好的境界 它是从不好的心念显现出来的 所以很多有智慧人到一个 或者到一个人的家里 或者到一个人所住的寺院 他先不看主人 先看周边的环境 这个衣报的环境和人事的环境 一看这个环境 他就知道这个主事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可以从因中岔果 在果处念阴就在于心静一如 因果不二 它是这么一个道理 它是有原理的 所以没有不显现境界的心 也没有不具足心性的境界 你的境界的果 必定是从你因里面出来的 你当下这念因心 必定会导致相应的结果 这就是心 心念和境界同钩对应 因果不二的道理 好 这些道理都是大乘的通途的心性的道理 要明白这个道理 落实在念佛法律上 是要在信念形产生效果 我们希望在使法界当中 每个人都有 去乐必苦的本能 最快乐的境界是哪个法界呢? 当然就是佛法界了 佛法界具体体现在其乐世界 无有重苦干出极乐 无有一切九法界的苦 纯粹的安详着佛法界 那种存衣不杂的那种乐 常乐 那个肉不是一般苦乐 对待的有待的乐 而是涅槃的绝代的那种乐 所以它叫极乐 你建立在苦的参照系之前提的乐 都不叫真乐 更谈不上极乐 所以我们了解当下的念头和境界的相不二一如的关系 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 念阿弥陀佛名号 求生极乐净土 你明白这个道理 而不做出这么一个智慧的选择 那可就是很颠倒了 所以测误禅师就在这说 如果知道这个心境一如因果不二的道理 而不赶紧念佛求净土的话 故不信也 意思就是说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会选择念佛求生净土 这条光明大道 所以这个选择法门 它是要有理论依据的 好 请看一下你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 持佛名号 十六字 为念佛法门一大纲 若真为生死之心不发 一切开示皆为戏论 世间一切重苦无过生死 生死不了 生死死生 生生死死 初一胞胎 入一胞胎 舍一胞胎 取一胞胎 苦已不堪 旷轮回未出 难免堕落 猪胞胎 狗胞胎 何所不专 驴皮胎 马皮胎 何所不取 此个人生最为难得 罪易打失 一念之差便入恶趣 山途易入而难出 地狱时长而苦重 七佛以来 悠为遗止 八万劫后 未拓隔身 出道时长以及 鬼欲时长 悠备 九今长劫 何了何修 万苦交间 无归无救 每一言之一毛着数 十一念及 五内如焚 世故 既今痛念生时 如上考逼 如舊投燃也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禁宗十六字 刚宗 首先是举出大纲 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是 侧悟大师通达净土法门 提纲歇灵的十六个字 我们一定要牢记 要背诵下来 真未生死 你真正的是为了了生脱死的心 来发菩提心 把成佛度众生作为生命最高的目标 把菩提心落实在净土法门 就是以深切的信心和愿力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那这十六个字非常简洁 也是开门见山 单刀直入 非常精笔地展示的 净宗法门的核心的 刚宗 而且这四句话具有内在的观点 缺一不可 首先就谈到真未生死问题 佛法出现在世间 虽能包含着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法的开示 但是它的本质要点是什么 奴来世宜 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 它的本怀是什么 最核心的就是解决我们这些 捏迪凡夫在三界轮回的这双大事 就是要让我们离开轮回生死 所以佛法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了生脱死 成为出世间的崩坏 如果这个原则不能坚持 而且被我们忘死掉了 那出世间的佛法就会变成世间的善法 降低了它的层次 那世间上一些哲学 宗教也都有种种的善法 但佛法之所以成为无上 无伦 无比 就在于它的出世间的这个特点 所以作为学佛之人 如果你真正为了生脱死的心发不出来 那对你讲一切开示 讲得天话乱罪 那都是戏论 都是开玩笑啊 就是把最本质的东西丢掉了 你谈知之末节的东西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天发愿不求人天福报 我学点佛法 怎么赚钱 怎么当官 怎么身体好 是这样吗 那不是戏论吗 你在这个世间人天福报还是在梦中啊 人天福报最终还要堕落到三个道里面去啊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法华经》《火宅域》 你看看这个三界都是火宅啊 马上要倒塌啊 这个长者看到自己子女在火宅里面不出来 那这个非常焦急啊 所以进入火宅之门呢 能够顺应这个子女在那里的特点 你让他讲你赶紧离开火宅 他不相信啊 也就是说让他离开三界了生托食 他不关心这个事情啊 他觉得我在三界里面还很知人很快乐啊 所以你读《法华经》看到火宅域的时候 我们真的感觉到 离开三界是当务之急啊 头等大事啊 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呢 这在佛言里是这么殷勤的 告诉我们啊 赶紧处理啊 所以善老大师顺应这个道理 为什么叫三界无安 不能一刻地停留啊 学净土法门呢 对这个了生托食的心发不出来 那真的就是不能落净土的门槛呢 所以第一我们就要痛念生死 好 痛念生死 这就是臭大师就帮助我们来提起这个真为生死的心 世间有种种的苦难 但最深重的苦难 但最深重的苦难就是生死问题 就是轮回问题 你没有点衣服穿 今天没有粮食吃 后天碰到冤家对头 等等可能也有点苦 但跟生死轮回之后相比 那天朗之比 这是大事 你如果生死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那就在无有穷尽的时空的这个区间当中 今出生了又死亡了 死亡中阴身 神是又投生了 投生又死亡了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了 今生得人生下辈子又专到畜生道里面去 再下辈子又到哪个皮带里面去 初一胞胎 六一胞胎 人道更多的是胎生 那初生道里面也是胎生 有的是死生 有的是化生 今天舍着人的皮带 下辈子取一个初生的皮带 这个苦已经是不堪忍受了 而且三界轮回 像一个恶性循环的捏地链 你出不来的话 你就容易堕落 尤其是现在连善法 政治政见都没有市场 大家都奉行那些邪知邪见 造作种种的恶意 那一定是堕落的人多 堡本的人少 升华的人又更少 所以无量节以来 我们堕落到猪胞胎 狗抛胎 我们住过猪 住过狗啊 也住牛 住马呀 驴皮带 马皮带 何属不取啊 讲有一个清朝的有一位人出家 他就是经过的这个变故 原来他有做居士 送金刚金送了几年 他有一天也是做梦 梦见有车上有五个人 有男有女 大概都是五个都是女的 都跟他招手 一般男的人看到女同胞 心里就是痒痒的 一看五个女的招他手 他也上了车 一上这个车 这个车就很快的架到一个 开到一个门口 门口有一个小门 就这五个女的就先钻进去了 他自己也要跟得进去 这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高大的 像金刚神一样的 拿着一个柱 拿那个柱顶着 说这个送金刚金的人不能进来 他当时还觉得很吃亏 啊 这么好的地方 我怎么不让我进去啊 我既然送了金刚金 你更应该让我进去啊 但是那个金刚金的铁面 我说不能进来 不能进来 甚至他还要钻进去的时候 那个金刚神用金刚锁顶了他一下 他一下子很疼痛 就醒过来了 这个梦境非常清晰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看到那个路都是他熟悉的路 他去看一看 去沿着那个路 我真的找到那个梦中那间屋子 再一看那个主人家 你昨天是不是来的几个客人呢 他说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他说我昨天晚上我那个母猪生了六头小猪 不知道怎么搞得一头小猪死了 这生了五个小猪出来 他一听这时候就吓坏了 幸好没有钻进去 钻进去就是六头 第六头小猪 他有这么一个经历 他就觉得一定要出家修道 当你在梦中要钻到猪包胎狗包胎的时候 他是一个让你欢欢喜喜去的 你是意识不到不知好歹的 还幸好他送金刚经的功德 让他没有进去 这有没有今天惊心动魄啊 有时候我们常常也做这个梦那个梦 一念之差跟得去了 你就一去不复返了 你看现在不是睡下去就醒不过来 医学上就要出死吗 实际上可能他做了什么梦 钻到哪去呢不知道 所以这个今生的人生啊 是最难得啊 最为难得 人生难得 我们对人生难得这个概率啊 可能还没有一个深切的体验 佛经就常常有种种比喻 得人生之难 比如盲龟植木 你看个盲龟 瞎眼的盲龟 在大海底下生活 每一百年伸出海面一次 植木正好一个木板有个圆孔 他钻出来的头正好套在那个圆孔里面 那个木板是漫无飘际的飘 飘浮 这个盲龟一百年才出来一下 你说头正好钻到木板孔里面 这个盖的有多低 所以得人生就像这样的难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 五两节以来都在披毛带脚 三毛道里面待了很长时间 好不容易借着叙事的一点善根得人生 很难得 但是最容易打是 因为你到了人道里面 有苦有乐 再加上竞争残酷 又有我们的贪神之三毒烦恼 虽然是修道的法器 但是又常常遇不到修道之源 知见不正就一定会造恶业 所以下一辈子又钻到三个道里面去 最容易打死 这种概率是什么概率呢 这都是佛告诉我们的 我们都不知道 有一天佛在地面抓了一把土 问手上土多还是大地土多 那当然大地土多 佛说手上土少了 佛说得人生者如手上土 它一般叫爪上土 印度人这个爪代表手如爪上土 我们就叫手嘛 是人生者如大地土 就是我们这些人 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的概率 就像手上这点土 而失去人生的像大地土那么多 而五戒五常是得人生的资格 试问我们检点一下 以重灭做到五戒五常 这五种德行有亏缺就失去人生 这个因果真是不虚 非常严峻 所以有的居士刚刚受三贵五戒 所以有的居士刚刚受三贵五戒 过了半年第一个调子上 师父我半年五戒都破了 怎么办呢 那五戒都破了 你到三个道里面去嘛 怎么办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因果是严峻的 你是行为的主体 你就是行为因果的承担者 这要生去畏惧之心的 一念之差就落到三个道里面去啊 到了三个道容易进去啊 但很难出来啊 一去就是百千万一截啊 到地狱里面去 那时间非常长啊 万死万生啊 地狱时长而苦重啊 呆在地狱里面时间很漫长 每天受到的痛苦又非常的剧烈啊 成为剧苦啊 到了三个道里面时间长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谈到七佛以来又为遗址 这七佛常常是并列来谈 就是前面庄严节 我们现在是说贤节 庄严节后面的三尊佛 是毗婆师 居留孙 师祺 再加上贤节的四尊佛 居纳 寒摩尼 毗舍佛 加摩射和释迦摩尼 这是贤节的四尊佛 这七佛为什么放在一起来谈呢 就是这七佛正好是一百小节之内 被视线出来的 那近居天人他都能够亲身看到 然后七佛呢也是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修行三大阿尊几节修行圆满 也用一百小节修三十二想八十随心好的 这个世界 所以就用这个七佛来并称 七佛以来因为遗址是有个公案 当时就是见几孤独长者 见这个奇幻经社的时候 要请这个佛陀还有弟子去规划 哪个地方见讲堂 哪个地方见身社 哪个地方见什么 当时就在规划拉线的时候 发现地面呢有一群蚂蚁 蚂蚁这个佛一看呢 就微微一笑 那佛是任何一个微笑都是有含义的 不会无缘无故 所以涉地佛就问佛为什么会微笑 所以佛就指着那群蚂蚁说 这群蚂蚁七佛以来还是蚂蚁身 为什么呢 他恶业到了蚂蚁身 他就执着蚂蚁身就是他的真实的身体 又在蚂蚁的世界当中 你争我夺 蚂蚁的世界里面造业 他就出不来 七佛以来都出不来 那就一百小劫了 那更厉害的是八万大劫 这个鸽子的身也脱不了 这也是一个公案 有一天 这个鸽子被一只老鹰所追 那正好呢 这个佛跟涉地佛他都在那里打坐 所以鸽子首先要寻找救护 就首先就投到了涉地佛的那个打坐的地方 这个影子旁边 但是到了那里呢 这个鸽子还在发抖 还是害怕发抖 但是鸽子干净到了佛的那个 那个座位的影子下 就很安然 一点都不发抖 那说明阿摩汉的水平 慈悲心还是没有到位的 佛大是大悲 能够令一切众生得到安稳 一切恐惧都能让他得到当下的安乐 于是佛就问涉地佛 你看这个鸽子 它以前是有什么变过来的 涉地佛就观察他这个鸽子在八万大街以前 八万街以前干什么 观察观察 八万大街以来都是鸽子 那佛问他这个鸽子什么时候离开他的身体 这个涉地佛又用他阿罗汉的道眼观察 八万大街以后还是鸽子 说明这个宿命通的能力 虽然有八万大街但是有限 那佛言就能看到这个鸽子在八万大街以前 无量街以前它是什么样的恶业变成了鸽子 然后什么样的这个八万大街之后 未来他什么时候脱离隔身 变为人道又开始修行佛法 以后又能够了脱生死轮回 佛就说的一清二楚 说明这次鸽子八万大街以后还摆脱不了鸽子的身体 这都是要痛念生死的真实的象状 出生道时间已经很长了 恶鬼道又加倍 出生道的地狱道的时间尤其加倍 无量街以来在三个道里面有时候又不断的轮转 一方面在比如地狱道待的时间很长很长 好不容易地狱道的苦受完了就到恶鬼道 恶鬼道的苦受完了就到畜生道 畜生的苦受完了到人道 人道由于三个道的余业又贫穷下见 六根不拒受人鄙视 然后由于烦恼中又造恶业 在好不容易到人道又造恶业又下了三个道 它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这就何时了结呢何时休息啊 三个道里面万苦交接呢 无归无救啊 没有归属之地啊 无能救拔啊 恶业俗感 你是很难救他啊 他不相信啊 你就是人道里面你叫他念阿弥陀佛 他恶业中的人都不念啊 映竹不是谈他一个经历 他在北京圆广寺的时候碰到一个乞丐 那乞丐本身就是要讨钱 映竹就说你念一句佛我就给你一钱啊 然后那个乞丐就不念 然后又把书已经拿出来 你你念佛全都给你 这个乞丐一听哇的哭起来了 他宁可哇的哭也不念念阿弥陀佛 一念阿弥陀佛有钱得他都不念 所以映竹说了一下太乏善根了 给了他一闻钱了就离开了 木法众生是这个样子 我也听一个同修说 他也是碰到一个乞丐 拿着十块钱一张 你念阿弥陀佛给你十块钱 那个乞丐就不念 也不知道他是 这就是众生念力不可思议啊 所以这个地藏经讲 这个众生的念力之重 能生大海啊 能障胜道啊 他念这个恶丐 他就能形成很大的障碍 一听这个善法 尤其是无上善法 他内心的念障 有种很大的抗拒的力点 他就不念 这就是他自己的念力 导致了他无记无归的 这么一个结局 每一言之啊 看到这个身上的寒毛都倒数啊 偶尔念及这个轮回之苦啊 五脏六腑都像火一样的烧了 是这么一种情形啊 现在我们很麻木啊 对生死问题从来不考虑啊 奉行的是人死灯涅的观念啊 所以无量级的轮回之苦 有阿罗汉得宿命中 在观察自己无量级以来 尤其在地狱里面所遭受的苦 那种恐惧是流血汗啊 那不是流汗啊 流出的是血啊 非常恐惧啊 所以我们今生信闻佛法 就是痛念生死啊 要痛切的思念生死轮回之苦啊 而这个苦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啊 一定要以生信愿支持名号 才能解决生死轮回之苦啊 所以念佛往生最直接的就是解决轮回生死的问题啊 不是为其他呀 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 真的是你就在尽头法门门槛之外啊 门外汉啊 所以痛念生死路上拷毙啊 就是自己去世的父母去世 父母去世一样的那样的痛切的心理 这种急以了生脱死的心就如就投染了 如就投染是什么 你的头发已经烧着了 烧着了 这时候你再重要的事情 比你把这个头发的火 头上火扑灭 还比得上这个更紧要吗 其他事情都放在下部考虑 我头都起火了 赶紧灭火啊 于是这个解决轮回问题 生死问题 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当务之急 为此为大 没有比这个更超过的 所以有时候让大家念佛求生净土 他没有这种感觉 哎呀 以后再说呀 等我推了修再说呀 我还有很多事要干呢 他就干世间的事也去了 所以我们上升不了 最了生脱死 如上靠鼻 如就投染的心 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 可以说你真为生死的心出来了 否则 你就是泛泛悠悠的心 那真是就泛泛悠悠的心能感应吗 就感应不了 这个常常大家说喉咙喊破也突然 这是寒山大师的《沸贤歌》的一段 但他有个前提 这个不能光抽这句话来说 他这个四句话是这样说的 念佛容易信心难 心口不依总是闲 口念弥陀心闪乱 喉咙喊破也突然 念佛容易谁都可以念 但是具足这个信心很难 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真为生死 谁能解决我的生死问题 阿弥陀佛 你这个信心有不有 但恰好这个信心很难有 这叫信心难 信心难你心口不依 是真为生死的心念佛 是这样的 但是你不具有这样的心 你只是口里念出佛的声音 但是你没有真为生死的心态 心口不相应 那当然总是闲 起不到作用 于是口里念出阿弥陀佛名号 心里闪乱 心里想做五一六成 那当然你喉咙喊破也突然 你喊破喉咙也没有 感应不少 好 请看下面 然我有生死 我求出离 我求出离 而一切众生皆有生死 皆因出离 彼等与我本同一体 皆是多生父母未来主佛 若不念普度 若不念普度 为求致力 则于理有所亏 心有未安 既大心不发 则外不能感通主佛 内不能切合本性 上不能原成佛道 下不能广力全身 无始恩爱何以解脱 无始怨迁何以解释 集结罪孽难以灿除 集结善根难以成熟 随属修行多足藏缘 众有属成 中度偏小 故须称性发大菩提心音 好 这一段是解释第二句话 发菩提心 这里展示着发菩提心的因缘 由己及他换位思考 前面谈痛念生死 从自己这个角度 加以深刻的思维 那么我有无量节以来 生死轮回不休之苦 所以今生闻到净土法门 有出离解脱之心 也能得到处理解脱之果 于是由己及他呢 就思维 一切众生也跟我一样 无量节以来 轮回生死不休 也应该今生处理 三界的轮回 而这些众生跟我是同体相依 无量节以来 曾经是我多生多劫的父母 这些众生也有奴来葬性 也都是未来的祖佛 所以我就要发普度这些众生的心 如果我只求自己了生托使 唯求自立的话 那这与大圣菩萨道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理 有所亏欠 我这一念心就不能得到安稳 因为菩提心就要具体的落实在 以无我的空性见 生发出同体大慈悲心 给一些众生涅槃之乐 拔一些众生轮回之苦 如果这个做不到 我们作为大乘行人的心 是不能安稳的 何况就从智力修行的角度来看 你大菩提心不发出来 外就不能感同诸佛的佳批 因为诸佛都是具有大慈悲心的 大慈悲心就是佛心 如果我们只是自私自立的心 菩提心发不出来 就感同不了同体的佛心 从自己内心来看 也不能缺和自己本觉妙明真性 菩提心不发出来 上不能圆成佛道 下不能广力全身 上求下化的菩萨道就不能实现了 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 菩提心具有断除烦恼的巨大的力量 菩提心就能开发度化众生的福德和智慧 如果我们菩提心出不来 还是世间的心在其主导的作用 那么无量无数节以来 这种在三界里面恩恩爱爱的贪欲的种子 你怎么能解脱呢 无量节以来我们跟众生 所积累的很多的冤烈之债 那这罪过又怎么能够消除呢 无量节以来造作的罪业 也由于菩提心生不起来 也很难颤除 无数节以来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善根 但由于没有菩提心的导引 不能起现行 也难以使它成熟 随着自己的修行 由于你只顾自己 没有发大心度众生 那你修行也有足多的障碍和违缘 纵然你侥幸修行还有点成就 但最终也属于小乘的果位 全教的这种化乘 所以大乘行人 尤其是净土是大乘圆顿法门 就要求我们称信发大菩提心 所以进一三佛第三佛大乘佛就是 深信英国读诵大乘 劝尽行者 这个劝尽行者就是要我们发心 祝儒来使 这是第二句 好 请看下面 然大心极发 因羞大恨 而于一切行门之中 求其罪意下手 罪意成就 至极稳当 至极圆顿者 则无如以深信愿 持佛名号一 所谓深信者 释迪佛 释迦如来犯因身相 绝无狂语 弥陀世尊 大慈悲心 绝无虚愿 且以念佛求生之音 必敢见佛往生之果 如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想逼应身 隐逼随行 因不虚奇 果无浪德 此可不待问佛 而能自信择也 况悟人现前一念心性 全真成望 全望极真 终日随缘 终日不变 横变数穷 当体无万 弥陀进度 总在其中 以我聚佛之心 念我心聚之佛 其我心聚之佛 而不因我聚佛之心也 往生传 在临终内向斑斑列列 其欺欺我斋 好 先看这句 这一段就要谈到 愿行相符了 通过思维自己生死之苦 推及他人的生死之苦 要使至他同出轮回 同等极乐 这个大心发起来之后 就应该要落实在自己的行持当中 这个大心就是大乘之行 大乘就是大乘菩萨道的行持 那在一切的行门当中 就是佛所说的一些行门 号称八万四千法 通途的八万四千和特别的净途法 由这些法门来比较 求其最容易下手 又最容易成就 修行过程当中 不会遭到种种魔障干扰 至极稳当 同时又至极圆顿者 这几句话是代表净土法门的特点 最容易下手 人人都能念 只要念 自成念佛 感同佛力 你都能够临终蒙佛结音往生 就最容易成就 三根菩提利顿全收 佛是阿弥陀佛以平等大慈悲心 要普度求法这一切众生 尤其是对那些业障重的众生 更加一会悲悯 让他最容易成就 这时候成就 不是说我今生得大神通 得大什么什么 就是你能够往生 今生承办往生之大事 这就是成就 那这个念佛法门至极稳当 不像修中门教下搞得不好走火弩魔 搞得不好五十种阴魔体现前 你被他没有办法对峙 可能就出问题 念佛法门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的加持 是不会有这些问题 自己稳当 你看我们 东明寺从零五年就开始 百万佛号的闭关念佛 已经住了七八年了 七年多 出问题的人 虽然有几个 但总的是不会出问题 如果我们实行 让他修禅定 治理法门的修行方法 可能七八年将会出不少问题 但这个由于念佛他稳当 他一般不会出问题 至极圆顿 至极他用 本身圆顿就了不起了 而且是圆顿当中至极圆顿 他圆在什么地方 一法具足一切法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等于念十方三十一切诸佛的功德 你只要成就往生极乐净土一土 就能 就等于往生一切佛的净土 它圆 而且它顿 不需要非得要你断什么货才能往生 你可以大一往生 不需要去爬楼梯一层一层爬 你坐个电梯就上去了 它顿 它快 它是结晶 所以是至极圆顿 好 那我们选择法门 能够选择具有这四个特点的法门 而且集一一身 那当然是最优的选择 最优选择就体现在哪方面呢 就是八个字 以深信愿持佛名号 这八个字就具足作 醉意下手 醉意成就 至极稳当 至极圆顿的特点 好 那这个醉意下手都能念 念这个名号 好 但是 现在要了解一个前提 深信愿 你这心态是以 深切的信心 深切的愿 作为心理背景的 好 那进一步要了解 深信 是什么相状 深信 从哪里信起 从佛的功德的相信 从佛的功德的相信下手 首先 要相信 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 一代实教 处处宣说净土法门 这个泛因神像 佛的因神 泛 泛是清净的意思 一般讲 佛的因神 泛因有八种功德 他的深远的因神 说话不会说错的因神 我们聂力凡夫讲的都是 讲的会说误 雄健的声音 尊贵的声音 柔软的声音 极好听的声音 以及这种因神 可以有种种神通妙用 这种泛因 泛因内具的功德之相 具有这种因神的佛 绝对不会讲假话 绝无狂语 他不是在一个地方 讲净土法门 而是从华言一经到 最后涅槃法华经 都在宣说 虽然净土法门 事理境界不是我们 水平所能认知的 不是我们的境界 做梦也梦不到 但是佛常常说 他是具足大慈悲之人 具足一切智慧之人 他这样来劝勉我们 念佛求往生 我们相信他没有说假话 深信 第二个深信 阿弥陀佛 他也不是一个神话人物 从无量寿经来看 他是一个历史人物 是在无央素节 曾经做大国王 能后遇见世之在王佛讲经说法 这位大国王 心开欲解 就发达大菩提心 就弃国捐王 行作沙门浩约法杖 这位法杖比丘 在世之在王庐来座下 称献发四十八大愿 能后又经过无央素节 急功累得的修行 最后圆满大愿 自然成为阿弥陀佛 从他出家 发愿 修行满愿的全过程来看 这都证明着他具有大慈悲心 由这个大慈悲心 属称性宣说的愿 决定不会虚施 所以这个愿是真实的 要相信这个绝无虚愿 这个愿 圆满之后就产生一种地 叫愿力 这种相信 我们常常还是 由于我们狭地的心 对这个阿弥陀佛 绝对不会有虚假的愿 换句话说 他的真实的愿力的存在性 我们要有决定的信心 就相信阿弥陀佛 大愿圆满在法界当中 他有一种巨大的愿力场 或者叫磁力场 磁力场 它像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都发射这个磁性 磁力 它是有光明无量的形态 来把他的愿的信息向我们传达 这样我们用现代科学的一点比喻 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发射台 我们地球如果有发射台 你只要有电视都能接收 但法界当中有一个大的发射台 是阿弥陀佛做台长的 他发射的巨大的这种愿力的信息 我们靠什么来接受 就是靠信愿持民 它的大发射台在发射 我们信愿持民 我们众生也是个小发射台 我在收接 收接这个信号 所以法界当中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念佛 这个磁力场就跟你产生互动关系 你想想 这是什么情节 这是要何等的智慧和信量去相信 上次我在夏令营的大学生的讲课当中 我也讲 现在不是有一个导航系统吗 你一个导航系统 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走 你导航系统他会告诉你 目的地向左向右前面 什么地方往左拐什么 你只要导航系统 你那个就能到达目的地 那么阿弥陀佛在法则上 也是一个导航系统 那是法界的导航系统 你只要念佛 这个导航系统就告诉你 你该怎么念 什么不应该干 什么应该干 他就会在我们内心身处 从阿纳耶稣的身处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 在跟我们进行启示 进行引导 你要在清净性当中 接纳这样的阿弥陀佛的导航系统传达的信息 你听话就能安然的到达极乐世界的目的地 所以法界有个导航系统 有个大的磁力场 这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愿力 你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相信 好 既然这个法门的诗舍是法界的一大事人缘 而且是释迦牟尼佛正宗其事的宣说 以及十方诸佛 甚至广长舌相正宗其事的正信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么一个盛大庄严的事情 它还能够有甲吗 还能掺水分吗 那这不是开国际玩笑 这是开法界的玩笑 谁也不敢开这个法界的玩笑 是代表着 关系到九法界众生法生会命的问题 所以对粮土四尊这样的一个宣誓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佛绝对不会来骗我们 好 跟佛的感互动来看 我们当下 我们这些念力凡夫 以念佛求往生的因心 这是能感知机 就必定能够感通 从阿弥陀佛愿立在我们身上的展现 这个展现就是 临终敬阿弥陀佛前来劫隐 安稳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古报 所以这种净土中的妙因妙果 那是 那是就像种瓜一定得瓜 种痘一定得痘 你的音响 你向高山喊一声 就必定能够有回音 你有形体在太阳底下 必定跟你形体相应的影子跟随 这种因果 这种因果是真是不虚的 你只要有念佛之因 一定能得往生成佛之果 所以这样的因果的原理 就不需要去问佛 而自己就能产生坚定的信心了 在看我们当下 在现象界 我们现前一念 心性 前面谈过 这个心性 心性的真相 成功大师常常就是 说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我们一定要深刻的理解 全真成妄 全妄即真 终日随缘 终日不变 恒变数穷 当体无外 这是我们心性的一种真实的象征 我们是一种虚妄的境界 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虚妄的境界 更何况我们的身心 但是虚妄的境界 是从哪出来的 是从真无自信显现出来的 所以全体虚妄的境界 就是真无本性 所以真无本性 在这个一念无名不绝 就变成了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就有一心二门 心真无门和心生灭门 心真无门代表他的近的一面 生灭门代表他染的一面 所以我们的心终日随缘 终日随缘就是心生灭门 我们都是在生住易灭状态 一天都不能终止 但是在生住易灭的随缘 我们的境界当中 终日不变 当下就有不变的真无自信 而且这个真无自信 你要体认它横辨十方 素穷三纪超越时空 全体就是一真法界 十方虚空微成熟四界 不能除我们界而一念之外 要体认这样的真无自信的 广大无有边际的这么一个心性 于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也不在我们一念心性之外 或许话就在我一念心性之中 那既然是之中同体 那么以我当下这现前一念 这现前一念就具足着阿弥陀佛的 法身报身硬化身的功德 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 这就反映我们跟阿弥陀佛 就像两面禁止交相复射 阿弥陀佛变到我的心里 我们众生的心念也变到阿弥陀佛那里 于是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内的佛 我们这些众生就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以我心 具阿弥陀佛的心念 具我们众生心的阿弥陀佛 那这里面的感应就是当下的 就是我们内心所具的那个阿弥陀佛 一定会回应我们厌佛的心 所以常常我们讲阿弥陀佛是叫得硬的 你当下叫阿弥陀佛 呼唤阿弥陀佛的救度 阿弥陀佛当下产生作用 为什么 它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你真诚恳切地念马上发挥作用 于是临命中时我们恳切地求往生的心 阿弥陀佛法自然地献住前来解隐的境界 通过这个阿弥陀佛一来佛光铸造 娑婆世界的绘土和极乐镜头就打成一片 极乐世界的全体的庄严也透过佛光的这个铸造也过来了 所以异乡满师 这个异乡就是极乐世界的宝箱 传帆迎空就是极乐世界的传帆 所以临终往生的内向是那样的昭著明显斑斑斂烈烈 哪会来欺负我们呢 哪会来欺骗我们呢 好 请看下面 如此心已愿要自切 以彼土之乐回观娑婆之苦 艳离自身 奴离侧坑 如出牢狱 以娑婆之苦摇观彼土之乐 心要自切 心要自切 如归故乡 如奔保守 总之 如可思饮 如饥思食 如病苦之思良药 如婴儿之思慈母 如必冤家之持刀相破 如堕水火而急求救援 果能如此恳切 以其禁缘 莫能引转一 然后以此信愿之心 知识名号 持一声是以九点种子 念一句是以往生正音 直须心心相续 念念无差 无差 为专为琴 无杂无尖 欲酒欲尖 转持转窃 久知久知 至成片段 入依心不乱依 成难如此 若不往生则 释迦如来 便为狂语 弥陀世尊 便为虚愿 有事理夫瞻 好 这是第四层次 就是总结前面的四句话 要劝勉我们建立信愿的心态 支持名号 就前面谈的信心之相 能够成就之后 自然怨要自切 怨就是发怨求往生 这个要就是好要 心目 它自然肯切 那这里还产生一种观照 那个怨主要是体现在 燕离苏婆 星球极乐 那这个燕离和星球是一种情怀 而且是净土中特有的宗教情怀 这种情怀一方面是来自理善的了知 另一方面还要以良土苦乐的对比 把它激发出来 好 所以从这两个界面来看 首先是以极乐世界的乐 修净土法门首先要了解极乐世界 它乐乐在什么地方 阿弥陀经直接八句话 无有众苦但受极乐 下面所谈的一报庄严和正报庄严 都是这八个字的具体的展开 阿弥陀经是这样 无量受精一不如是 首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是建立极乐世界极乐的一个参照系 先建立 为什么要先建立 建立之后就有一个比较 有比较才有见别 原来生命当中还有这么一个全新的 清净的快乐的境界 我们在娑婆世界受苦受惯了以为是正常 原来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快乐 我们总以为是生命当中必须要十月怀胎 由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之乐 如果回观极乐世界的那种胎域之苦 这个艳离是不是能产生 而这个世界有疾病之苦 极乐世界却是金刚纳罗炎身体没有疾病 极乐世界寿命无量 极乐世界寿命无量不会衰老 而这个世界过过最多七八十年 老太隆忠 苦不堪言 这个极乐世界念头一动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要衣服有七宝的衣服 要宫殿有七宝的宫殿 这个世界想得点衣服很不容易 而且就是这点房子得到 也就是钢筋毁泥土的房子 化学性的房子 极乐世界是七宝的房子 所以修净土的人 首先要了解极乐世界乐在什么地方 你这个乐的参照系建立在回观娑婆世界 哎呀这太残缺了太苦了 太不正常了 所以你这种厌离之心才能生气 这时候你厌离之心就是 你已经了解到一个 这个五星级宾馆的水平的环境 你就再也不愿意住在 茅坑里面了 厕所里面了 原来住厕所里面 住酒呢 觉得酒闻不闻其臭 现在一到香美的地方 知道 哎呀这个臭美的地方 臭的地方 不能再待了 那极乐世界是法界的 那大自在大自由的境界 我们在这里活得很不自由 就像牢狱里面的囚犯 在牢狱里面呆久了 他都不感觉到 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是自在是自由 所以你通过极乐世界的乐 回过娑婆世界的苦 这首厌离体现在什么 就像离开茅坑 这个地方就是茅坑 就是牢狱 赶紧离开 在第二个层面 如果说前面是先建立 先建立后破 破娑婆世界的执着 建立了极乐世界的 这种乐的参照性 也就能够破极乐 娑婆世界的这种 以苦为乐的执着 再如果以娑婆世界的苦 这叫先破后裂 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苦 一定要认知它是苦 不能把苦变成乐 生老病死 爱别离求不得就是苦 然后以建立这个苦的认知 在远距离的 来对比极乐世界的乐 这种对极乐世界的心目 好要自然会恳切 这种恳切就好像 在一个饥荒的地方 奔向富贵的故乡 在一个残缺的地方 奔向一个七宝的宫殿一样 所以这就建立 对娑婆世界作毛坑官 作劳逸官 对极乐世界作故乡官 作保蜀官 这样我们的这种宗教情怀 就出来了 这出来了 这种就好像 干渴的时候去思念那个饮食 干渴的时候思念那个饮料 饥荒的时候思念那个饮食 在重病的时候思念良药 因而无助的时候思念慈母 这是谈对极乐世界的心目的这种心态 然后业里的心态 就要好像要赶紧逃避冤家拿着刀 要杀自己的情况 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不逃离这个地方 就被他拿刀杀死 在娑婆世界 身世轮回就像水火的苦海 遭送灭顶之灾的时候 赶紧求救援 如果你念佛的心态是这样的恳切 而这种心真真实实的 从内心深入 升华出来了 那可以说 娑婆世界五一六成的境界 再也不会对你产生诱惑 你不会再退转了 就好像离婚的人对这个家庭彻底绝望了 他不会回头的 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苦够了 他要离开 不会有一念的留恋 所以内心深处是厌离到这个程度 好 然后就以这样的身性切怨的心态 来支持阿弥陀佛万的佛名 那这个 就不是费贤歌说的喊不喉咙也突然了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境界 你以这样的心 你持一身佛号就是一个九瓶往生莲花的种子 你念一句佛号就是一次往生净土的正音 你这一念就能直通弥陀怨海 一念感应既得往生 所以你只要以这个身性切怨知识名号 心心相续 不要间断 念念无差 念念都是这样的 奴奔保守 奴归故乡 奴离茅坑 奴出脑狱 是这样的 你念念不要离开这个 而且在你念佛的功夫上 为专为勤 专就是专一 你不能今天念念佛 明天再去修个什么内观 再修个什么参话头 再修个什么持咒 一定要专一门神怒 这就无量神讲 一向专念 勤就是精勤 你如果真的是奴就投人奴赏考弊 你真的是就全身心来念佛了 不再去干那些轮回的事情了 这念佛不夹杂也不间断 你这样去念这个就功夫得利 上轨道 你上轨道 约念得久 你的信愿就越坚固 你信愿越坚固 你持这个名号就越恳切 越坚固你对治烦恼的功夫就越大 于是你自然就在妄想杂念的堆里面 这句佛号就形成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你再加工用道 自然你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 得到一心不乱 念佛三昧 所以你的功夫的这种实现 还是来自于你信愿的心态 一定要建立 那信愿的心态是属于波如智慧的范畴 你这种心态建立 你的念佛的功夫才能上轨道 才能绵密 才能有力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能够这样信愿知识名号 如果不能往生到极乐净土的话 那释迦摩尼佛讲的话就是讲的狂语了 那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大愿就是空发就是虚愿了 如果是释迦摩尼佛讲的假话 阿弥陀佛又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 然后我们一生都去听了这个假话 和空头虚支票去做事 那我们的亏据出的大了 以后我们埋怨的声音就更大了 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会有这个道理吗 用这种表撒来反证 释迦摩尼佛绝对不会打狂语 阿弥陀佛的大愿绝对真实不虚 我们只要听从两土四尊的教诲 释迦摩尼佛以他大悲慈 大悲赋的身份在娑婆世界发浅众生 阿弥陀佛以大慈母的心态 摄守众生往生 一送一接 完成度化十方苦难众生的佛事 对这一点我们要坚定不移 这也是净土法门的本质内涵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十六个字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以深信愿持佛名号 要三字一 要作为座右鸣 常常熏悉 落实在我们的修行的全过程当中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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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看这么多问题 大一往生理解为 无论你平生如何 而往生之时 一定是真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真实不虚 迫切愿意往生 既能往生 对于能否称念出佛号 皆能往生 请开示 是这样 大耶往生 是阿弥陀佛 建立四十八大愿 悲心救度众生的一个 本质内涵之一 一定不是说消耶往生 当然你能消耶往生 品位很高 也值得倡导 但是对大部分 轮回的众生来说 他涅障深重 不可能 住到夜尽晴空的地步 所以就建立 你只要深信切愿 知识名号感通佛力 阿弥陀佛十九愿 临终结隐愿 就会兑现 阿弥陀佛只要临终现前 那你就等于进了往生的保险箱 佛具有着不失时机 大威神力量 帮助众生解决一些问题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 你只要信愿 能够坚持 临终的时候 也不一定说你就能念出佛号 能念出佛号功夫身也可以 但念不出佛号你心里默念 也可以 甚至你平时就具足信用臣民 你临终的时候念头都没有在佛号上 阿弥陀佛你能有办法定我们往生 所以无量射精说你有射在梦中 如睡梦去也能往生 只要你平时具足信用臣民 都能往生 阿弥陀佛临命宗师一定会在我们最无助无力的时候 可遇最及时最有力量的拯救 就是世间法当中讲的给力一定会成功的 我总担心 临终时万一没有人注念 或者不小心起了趁心或昏迷而没法念佛 这样种种情况发生去不了极乐世界 这样是不是怀疑会不会往生边地移成 你不要担心 为什么刚才讲你一定要见着深信切愿 深信你有时候一定要从正面思维 你不要从反面去想那么多事 唯耶俗感唯心俗现 你老是用怀疑的担心的心去想了很多 还真的是到时候就显现你担心的境界 你就正面思维 阿弥陀佛平等久度久法在众生 我也是众生之一 他是大平等心有大能力 他只要求我们信愿持民乃至十念 他只要求给了我们的要求 就是自信信要 预生我国乃至十念 我满足这个前提之后 那一切的问题都是阿弥陀佛能够给我解决 我就愉快地等待阿弥陀佛的拯救 就可以 所以我们常常举个例子 你相信到什么程度 你要相信阿弥陀佛有一个像慈母般的心 比如一个这个慈母带着小孩到幼儿园去 三岁的小孩到幼儿园去 她会告诉阿弥陀佛 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 我五点钟来接你 那你在座的有很多女居士 你作为慈母 你三岁的小孩正在幼儿园里面 你是不是一天都在牵挂你这个小孩 你是不是五点钟一定会到达 那是决定的 那这个小孩他不会那么担心 小孩天真无邪 他听到母亲这句话 他一定会相信母亲这个时候一定会来 这个小孩不会担心 说我母亲大概不喜欢我呢 今天我没有听她一句话呢 或者我今天没有做到这个 没有做到那个 她生我的气不来了 他根本不会有这种担心 就不会有类似 我生了嗔恨心 或者昏迷啊什么 你昏迷是你的昏迷 你的母亲去接你 你昏迷他也可以把你抱走 是不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来接就知道你三岁的小孩回不了家吗 穿过不了那个人行马路吗 就是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接引佛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这是大慈大悲啊 你要我们自己到十万亿佛萨自遥远的极多世界去 我们没有办法去啊 中阴生一离开身体 两眼一抹黑 我哪知道东南西北啊 那阿弥陀佛前来接引 就好像这个母亲站在余儿园的门口 接这个三岁小孩一样 你还担什么心呢 慈母有办法解决你一切问题吗 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用世间那个比喻 你也要产生这样的信心 你不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这不是你担心的范围 要么这个母亲不能解决问题 或者她承认性不难 她就不慈悲了 那这个阿弥陀佛比世间的父母 还要慈悲和威德超胜百千万一倍 超过世间父母的慈悲 你更就不要担心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怎样才能取得往生的把握 这个题目就是 还是刚才讲了这么多 你就自己思维 一心念佛可以代约往生 三十七道平怎样修 当精进修行时 家人葬道时度化不了怎么办 夫妻矛盾极化 一个修行一个不修行 修行怎样 怎么忏悔也解决不了 一心念佛可以代约往生 三十七道平怎么修 你说怎么修呢 你一心念佛里面 其实三十七道平 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 比如四念处 帮助我们 生起艳丽说福的心 苦空无常无我 四正行 你一心念佛四正行就在里面 你信 信愿建立五根五地 就在里面 你选择的净土法门 折法绝分成就 在修行过程当中 七绝分八正道分也都在里面 也就是说一法修足一切法 你一心念佛三十七道平就在你 念佛的过程当中全体展示 这就叫一法修足一切法 当修行师家人障道时怎么 度化不了怎么办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了 学佛之人还是要家庭和睦 但是家里人呢 有种种不同的知见 不一定就跟你一样信佛念佛 这时候怎么办呢 首先要相互尊重 你不要认为它是障道 你这个观念可能一下子你就生烦恼心了 你把你家里不信佛 给你出现的一些小矛盾 小那个作为真上缘 逆真上缘 它是我的善知识 你看法华经里面 对提伯达多的授记 给我们深切的人生启迪 提伯达多就是佛的冤家 处处作对 那佛从来不对他生憎恨之心 最后还说提伯达多是我的善知识 由于有提伯达多故 令我授记成就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且提伯达多害佛 罪恶昭彰 自捏俗感 深深陷到地狱 深到地狱佛没有说活该 而是悲悯他 有时候不能想起提伯达多 还要让这个阿南尊者 去看看提伯达多在地狱里面活的怎么样 那阿南到那地狱去言诺王爷 你来干嘛我要看望提伯达多 看他怎么样 阎王爷一句话可有意思 你要探望哪尊佛的提伯达多 那阿南说我要探望的是 释迦摩尼佛的提伯达多 你通过这句话就知道 每真佛都有一个提伯达多 你想佛都有提伯达多 你在家里出现一个提伯达多 你应该生感恩之息咯 你不要以为他你在度化他 他在度化你哦 韦迪摩尼佛人由于阿瑟士王子 最后他也感知到他的儿子是他的大善之士 没有他的儿子的恶利 他可能生起不了艳丽娑婆 承伴往生之大事 所以对很多的境界 你要换一种思维去思考 正面思考 回好 所以这个夫妻矛盾计划可能也是这个 你认为他就是障道 能或说你居高临下 好像你了不起 你又吃肉 你又这样 你又那样 那可不是矛盾激化吗 你应该说通过学佛 你作为妻子更要做得好 做好贤妻良母 比你学佛之间更温柔更温顺 你丈夫觉得啊 学佛不错 比原来性格大有改善 你应该是这样 你不要去指责别人 你不要去指责别人 所以一个修行一个不修行怎么办 要知道你的丈夫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丈夫 她不能修行是说明你修行的心性的力量还不到位 你自己要自责 你不要去指责你丈夫 唯心所限嘛 一切境界跟你的心念有关系 你的心念念佛念到的相当程度 心能转进 你的丈夫也跟着你一块念佛了 这时候说明你念佛有点功夫 学佛如何一门深入修学净土的人 平时可以读读《金刚经》和《能言经》吗 学佛一门深入就选择一个法门 比如净土法门你就主修这个法门 其他的法门可以了解 但是可以作为了解的法门 但你要念 一门深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五种正修 要礼拜就礼拜阿弥陀佛 要口称就口称阿弥陀佛名号 要读诵就读诵净土三经 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 他就非常专一 这专一很有好处 跟极乐世界的产生密切的这种熏习的关联 那如何如何就是我只有净土法门 才能解决我能回生死之苦 我就铁定就选择这个法门 但是读诵《金刚经》和《能言经》是不是可以呢 这没有问题 你只要选择了念佛求往生的法门 那你目标价值非常明晰 那大乘经典都是你坚固信愿型的资点 比如《金刚经》 《金刚经》是从无相真空的角度来说 我就把读《金刚经》理解为 无量寿功德的一部经典 《能言经》这个识卷 帮助我们增强念佛法门的信心 你只要看到这个修行 特别是五阴魔 五蕴里面五十种阴魔 特别是授音响音十种阴魔现前 那才发现靠自己的力量修行 充满风险充满暗交 你就知道 显向还生之余 幸亏有净土依法 你知道通读佛法修行之难 才能深知念佛法门修行之义之稳当 那这样《能言经》可不成了我们 兼顾净土修行的一部重要的经典 更何况你看车户大师讲的全真起望 全望其真中的事情 这是在《能言经》处出典式 所以读《能言经》没有问题 实际上你真正是弘扬净土的法师 或者大德居士 你要把这个净土法门的道理讲清楚 还真的要研讨《能言经》 《金刚经》《法华经》 尤其是《大方广佛法院经》 都应该深入 这叫读诵大乘经典 但是一切读诵大乘经典 言习大乘经典都是指向往生净土一法 他也说以正修的范围 好 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